1加到99 我们原来是,我现在有改机偶数,我把它改回来 1加到99的类似像这样 会先产生一个出值,就是SUM的一个变数 0嘛,这是最后有要输出,或者叫total也可以 然后呢 For I in range 1到100,1到100停下来,就是输出到99 OK 然后SUM等于SUM加I 等于是说上本来0,加了1,1加1存到前面去一次 所以基本上,这一段的叙述就累加 那累加是加完之后放在前面 加完之后放在前面 那变数有个特性就会被盖过去 OK,比如说第一次我假设原来是0 那第二,假设加了1之后 里面就盖过去变1了,0变1了 然后再来就是,再把1加上2,再变3,一直在推 OK 那最后的话呢,当然我们就把结果给print出来 当然我们前面有遇过啦 如果说你今天把这个print放在里面的话 执行大概变成每一次 每一次每一次都会执行一次 也就是说总共会跑几次呢? 1到99,就99次 如果你今天假如说你希望 全部跑完之后呢,再一次输出 那记得一定要放在外面 OK好,那再来的话呢,这个应该是前面 等于是上礼拜讲的 如果说今天呢,我希望把4回圈怎么样 改成坏回圈,如果以这一题来看 那基本上特别注意,如果我今天呢,要把4回圈改成坏回圈的叙述的话 那注意有三个地方 特别只有三个地方 哪三个地方? 其实呢,主要通通都在range的瓜谷里面 这边做修改就可以了 那哪三个地方?特别注意喔 1,2,其实这边还有一个啦,豆点1啦 那实际上,因为这边我们有一个省略啦 当然预设是豆点1,什么叫豆点1? 就是说它的step step就是说它下一个值相差多少的 意思,OK,那因为1的话不用 除非说我们前面有那个什么呢? 减1嘛,前面大后面小 那这个你就一定要输入 好,那为什么我一定要把它先加上去,因为 如果你要把这个4回圈改成坏回圈 第一个就是说呢,因为坏回圈不像4回圈有range这个方法可以拿来用 所以,第一个你如果改坏回圈的话,你必须产生初始值 第二个的话这个就条件,第三个的话就是它的不进值,那必须分别把它拆开来 那首先第一个,初始的话呢,第一个请你在回圈上方要加i等于1 也就是说呢,必须把这个放到这边来 那第二个的话,放什么呢? 第二个的话呢,就在底下,假设我把这个放回圈先 先按Ctrl斜线,或前面加个紧字号,表示注写 改成坏回圈怎么改? 坏,打个W 坏什么呢? i 小于100 加个冒号就可以了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实际上,这个实际上就等于是这个,这个100 其实这个100也是什么,到这边停下来 实际上也是有点类似是,当i如果是小于100的状态,他就去执行 所以这个特别之后,后面这个是一个条件,什么条件 当i这个词小于100的时候,后面的话一定有个冒号去做 所以特别之后,i现在等于1,有没有小于100? 有嘛,所以为True True的话呢,就是做底下这件事情 好,那再来特别之后,还有第三个,第三个是什么? 后面有一个1 那因为Fort回圈,Range会自动加1 可是在Fort回圈里面,它不会自动加1 所以如果你现在少这个直接执行的话 会有个问题,因为i的词永远都是1 所以它就会变成无穷回圈 那无穷回圈会怎么样? 就一直跑,跑到当机为止 好,特别之后,所以要小心换回圈 如果你那个叙处里面i永远不会等于或大于100的话 那就会一直跑,跑不出来 跑到什么时候停呢?就跑到电脑当机为止 所以特别之后,换回圈有那个无穷回圈的危险性 所以后面必须怎么样?你要加一个动作 让i怎么样呢?变成让它等于i加1 意思就是说,帮我加1之后存回去 所以特别之后,当i初始值为1 然后判断一下,它有没有小于100以后,帮我累加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0加上1,把它存回去变1了 那这个时候i就把它加1,i就变2了 回来,i有没有变成小于100也是为true 因为2也是小于100,所以再累加 直到i怎么样呢?i如果等于100的时候 100有没有小于100?没有嘛 对不对?false,所以呢,如果当这个i等于100的时候 那这个条件就false,不是喔,不是的话呢 那就不会再继续往下跑这两行了 就会怎么样?就会跳离到这边了 OK,那就离开城市了 OK,特别水喔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今天要把for回圈改成画回圈的话 那就三个地方不一样,OK,1就是 其实也可以把它变成固定公式化 就是把这个放在这里 1,2的话呢,就是这个 3,这个不禁止 这样的话呢 就OK了 反正以后来就套公式 保证成功 你想说,那我们换个东西喔 你想说,老师这个 不过其他地方不能这样改 其实你会发现,我把它改九十八表 如果九十八表能不能做,一样的事情 固定喔 这个是1,对不对 所以i 假设我现在要改的话 Enter一下 i 等于 1 对不对 OK 第二的话呢 在底下Enter一下 画了 画了什么呢? i的值小于10 冒号 然后把下一行注解掉了 最后的话要步进 步进的话呢,就是 在这个 回圈的最下面一行 怎么样呢 i 等于 i 加1 这样就改完了 i的部分 执行看看 九十八表 会不会一样 一模一样 所以 J怎么改 所以建议 以后 大概知道一下 J 等于 1 对不对 然后把这边Enter一下 画了什么呢 画了J 小于10 冒号 然后把这一行注解掉 1 2 3 3的话在这个 这个的 这一个 这一阶里面 最下面这一行 后面呢 加上一行 叫 J 加 J 等于 J 加1 好 其实我都改了 怎么样 佛回圈 只是注解掉 执行的话 结果会不会一样 一模一样 没有差别 不过可能会有同学说 老师 可是看起来怎么样 以这边来看 比如说1加到99这一个好了 好像加了 并没有比较好 为什么因为 负回圈一行就搞定了 但换回圈变成他 多了初词 跟 伟价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以这种 有固定范围的这种回圈叙述的话 其实用负回圈 一定会比 负回圈来得适合 OK 所以你没事的话 不要说 本来写 负回圈比较简单 因为你反而写负回圈 OK 所以可能思考一下 你想说 那我写负回圈可不可以 那也可以啊 其实我看过 其他人真的 有些人 还蛮喜欢用负回圈 他就是不喜欢用负回圈的 所以他城市里面 真的找不到负回圈 全部都负回圈 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啦 如果要不是我的话啦 我的习惯 还是 会用比较适合的回圈方式来写 明明你有个固定范围 你为什么 不用负回圈 OK 所以其实两边 其实都是可以相同的 但问题就是你要 找一个比较合适的 回圈方式来写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拿那个之前来改就好了 改的方式啦 反正就照这个规则 一加二九十九是有范围性的 所以如果当然以 这一个例子来看的话 用负回圈似乎比较没有那么合适 可是问题如果说我今天 不一定有一个范围 反正我就是一个条件的话 那负回圈绝对有优势喔 OK 所以 只是说因为我们刚好举的例子 只是从负回圈直接拿来改的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会有一些 案例 就是 直接用负回圈来写 OK 会比较恰当的 待会还是会用到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 负回圈 试着改写成 负回圈 好